原标题,传承与重塑,那迷一样的东方精神,从北部战区陆军某各种做战旅,和战斗精神培育,将苦训练后的嘶吼,意味着一种精神的破捡,花量舍。 习主席深刻指出,一代一代革命军人,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应用结局,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,而绝不被敌人所欺负的伟大气概。 那么一股气,那么一种特有的战斗精神,被我们昔日战场上的对手,称之为迷一样的东方精神,为中国军人赢得了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。 战斗精神不是枪的副品,不是指在战斗时才有的状态,而是由军人的信念、意志、情感等融合,并升华的一种内在力量,直接支配军人行为,进而夺取一切胜利。 党的十八代以来,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,组织形态重塑,力量体系重塑,作风形象重塑,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,迈出了坚实步伐,站在新的历史况下周理解。 传承与重塑你一样的东方精神,是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精神变机。 你一样的东方精神,不是战争元代的谜语,而是和平岁月的呼唤。 呼唤我们去思考中国军人理解战争,准备战争,驾驭战争的精神维度。 思考新时代革命军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体制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战斗精神培育,既是一种进化,又是一种回归。 都忘了,战斗精神的最终平派,不是谁的表扬,不是谁的吹嘘,而是战场上对手的信服,话题和平的重量。 蔡平岁月白写着价值维度的元素周期表,也巧然引去了战斗精神培育的靶心,生死至之度爱,并非人于闻战则喜的抗争,而是来自对和平阳光的无比真实。 一不怕苦,二不怕死。 特战一营教导人张鹏从未想过,我军最负盛名的战斗精神口号,会遇到一个依附人问题,你最难以忍受的是什么? 一次随机教育,他组织官兵们谈一谈,兵临八年的战士难忘背着五支枪爬了四趟十二米横锁,二十公里武装越远,而兵临越远的战士切坎人士,手机不让随便用冬夜里起来站岗,当年轻战士的苦语乐,不在同一个坐标系里,战斗精神培育,已不再是三点成一线的简单瞄者射击。 张鹏说,发生未遗的何止是苦乐观呢?现在,有多少年轻人在排探自己二十五岁就死了,只是到七十五岁才埋葬,有多少青春以我做主的名义挥霍金钱,挥霍时间,甚至挥霍生命。 作战支援营教导人仍勇力接过话茬,太平岁月改写着价值维度的元素周期表,也悄然引去了战斗精神培育的靶心,我们真的有资格挥霍吗? 特战六连五小队副小队长龟浩飞,回忆起违和的日子,一名战友执行任务出发前,家里传来消息,妻子刚进海房,执行一路显向还生,最高高时,五个分子把他们团团包围,双方剑板弩张,生死就在一线间,安全一反抵营虚后,这名战友看到家人通过网络传来的新生儿子的照片,热泪一下就涌出眼眶。 其实,我刘磊是对老婆孩子心怀愧疚,也是为他娘俩感到幸福,在这儿咱们亲眼瞧见了,多少妈妈没能等到自己的孩子咕咕追逼,多少孩子没能等到开口叫妈妈的那天,一天晚上,战友坦露心声,郭浩飞思绪乱心,战乱中的生命,脆弱的像研刀割口一样,手一挥,一片就没了,一次冲突爆发,一个村子甚至一个部落都没了,我们还可以聊选择,聊青春,他们呢,归国后休假回家,郭浩飞最强烈的感觉, 是妈妈做的饭真香,妈妈的笑容是那么温暖,泰戈尔说,谢谢火焰给你光明,但是不要忘了那只灯的人,他是先忍得站在。 当我们对和平阳光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,可曾想过,今天的安眠生活,究竟是怎么来的,长征,锦雅和下雪山至黑水途中,就有近万名红军战士倒下,他们的坟包,很快就被雪掩埋了,在茫茫草地上,红军城建制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,静静的长年与此的战士成片成堆,据权威统计, 全长3176公里的川藏公路,修筑时,每前进一公里,就有一名战士倒下,住房在海拔4500米以上高原地区的那区军分区,组建50多年来,有804名官兵牺牲,平均每个月至少有一人,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,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,和平的美好,是无数战士用血肉和生命换来的,我们真的没有挥霍他的权力。 呼后飞说,为了更多的孩子和妈妈,如果再上为河前线,如果真要打仗,我都义无反顾。 年轻的官兵身上,都显藏着战斗精神的种子,需要我们去发现河培养。 只要我们懂得,生死制之度外,并非人于文战则喜的抗生,而是来自对和平阳光的无比真实。 话题战争的善变,凝视后天的战争,才能辨别思想和床上沉积的新宇宙。 不清言必胜,不清言定律,是战斗精神最基本的理性。 机器人面对枪林弹女也毫无畏惧,执行命令更是不辞不休。 如果战场上和这样的终结者较量,我们的战斗精神优势在哪? 特战三连的一间牌坊里。 带职副连长,清华大协哲喜波士吕少德的一句提问,像是扔下了一颗手雷,萨德战士们半场没说话。 新型作战力量的战斗精神,是否也应该是新型的,这门化战争时代军人还需要战斗精神吗? 讨论越来越深入,博士和战士都陷入沉思。 凝视后天的战争,才能辨别思想和床上沉积的新宇宙。 战争形态的演变,依然呼唤战斗精神的重塑。 广义的军事变革,即是充分挖掘信息、智能、运行、无人等新兴技术,对战斗力增长贡献率的过程。 更是以新的战斗精神,对新型武器装备,进行二次赋能的过程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,战斗精神培育,不仅挥动现代战争制胜机里的物化,更是加快现代战争制胜机里的人化。 一次国际军情学习,官兵们惊讶地发现,美国陆军决定,设置多种形式的近距离搏斗课目。 线炼军人即兴使用手头上的任何武器,包括木头和石块,被高科技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军,为什么抡起了板砖? 军事写者指出,在复杂的战争中,众多的制胜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,表现为一种规律的群作用和场效应。 由于某一因素的实际作用或突出作用,引起战争中某一节点的骤变,进而锁定或扭转战局,最终表现出某种载力和弹性。 一次战史战略研究,官兵们清醒地看到,解放战争中,华野第十兵团克福州,夺厦门,势如破竹,却在孤岛金门由于主观指导上,对渡海作战的特点和困难估计不足,组织战斗不原意。 这时登岛部队九千余人,苦干三昼夜,弹剑凉绝,一步壮掠牲,一步被俘,这是解放战争中,我今还有的一次严重损失。 教细深刻,一名指挥人想得更深,战争的进程和结局,就是这样一种既确定又不确定的过程。 那种强必胜,弱必败,正义必胜,非正义必败的说法,不能简单地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战争制胜规律,任何现象的或绝对的描述,来概括制胜机率,都是不准确的。 战斗精神的重塑,是让我们的头脑增幅起来,而不是走向简单化。 不轻言必胜,不轻言定律,是战斗精神最基本的理性。 在外军特战训练营,批次创下训练记录,被授予北列特种部队荣誉勋章的一等功臣吴海燕,曾被外军家关将活青蛙塞进口中。 咽下去还能感觉到青蛙在胸腔中扑腾,曾被关在眉急脖子的水牢中四个小时,骨头似乎都已经冻苏。 特种兵的训练是残酷的,特种兵的战场更加残酷。 想而最残酷的是,你正准备舍死一拼。 战斗已经结束,一次善计组织侦查比武,以复杂电磁环境为背景。 信息化装备的操作,使用占了所有比武课目的一大半。 吴海燕闯过重重难关,却在敌强电磁干扰下,未能及时传回情报。 最后,走行成继仅排在第十一名。 残酷的事实,让场上的特种兵们惊醒,单纯靠一杆枪,一根绳,一把刀,在战场争雄的时代结束了。 只有引导官兵,把战斗精神转换为发现未来战争秘密的探索精神。 只有创造环境机制,让官兵全身心投入到思战、延战、能战的努力中。 战斗精神才会进一步落地生根,话题文化的自信。 革命星人拥有了一种对时代、民族、个人的文化命运感,才能直面战场的残酷与冰冷。 船成红色基因,重塑战斗精神,不是灰烬的,而是火焰的船地,外军进入维和任务区。 连续三个月,只吃单兵自热食品,我们的官兵能坚持下来吗? 模拟战场预袭,我们大多是扔几个发烟罐,外军却用真实炸药在营区进行可控性爆炸。 对战术技能、战斗精神的锤炼有不错效果,是否值得我们反思? 执行维和任务归来。 与政委张海虚坦言,多国军队汇集的维和营虚,是一个无声的擂台,也是一个多灵的舰剑,天天听着枪炮声,让人不能不思考。 我们的战斗精神培育,应该坚守什么,改进什么,面临的考验又是什么? 基辛格曾经验于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缺乏后勤保障,空中保障,装备是如此之差。 为啥没有打输? 习主席告诉他,我们靠的是一种革命的战斗精神,我们的战士是不怕你们的,无论拿什么武器,都敢与你们较量。 从根本上说,重刀的戏脑,坚定的信念,是革命军人的文化自信,是我军战斗精神的根基所在。 革命军人拥有了一种对时代,国家,人民的文化命运感,才能直面战场的残酷与冰冷。 委内瑞拉列人学校的挖人训练,要求参训队员在规定时间内,在陷并海域设置爆炸装置,期间任何一名队员浮出水面,就意味着任务失败。 当九名中国队员刚刚潜到二十米深度,校官突然发难,接连把三名队员的水下呼吸器扔向海底,危急时刻。 队长刘晓东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呼吸器塞进战友口中,大家你一口,我一口,九名队员共用六个呼吸器,以高度的信任和密切的配合,终于躲过了敌人搜索,成功安装了水下爆炸装置。 讨厌接种而来,海中游泳一万五千米,连续华周十二小时进行渗透行动,连续一周月的水中作业,割驳、涅屋、膝带,都被潜水浮摸破,献虎晕绝的队员们,又被教官要求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,借泡三小时,进行抗海训练,一支外军代表队无法忍受,提出抗议,而刘晓东和战友们,则在水中紧紧抱作一团,其声唱招中国人民解放军金歌,脚踏着祖国的大地,背负着民族的希望,我们是一支 不可战胜的力量,歌声并不嘹亮,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,在这些疑惑的目光里,中国队员一直坚持到了最后,担任裁判的美军海报突击对军官,专门提出为中国军人申报最佳集体斗志奖,文化自信不是沉缅于以往的故事,而是要在前人的基础上,创出更大的自信,正如猎明所言,仿佛是像旧东西的回复,但它实质上是和旧东西根本不同,是更高级的东西,传承红色基因,重塑战斗精神,不是灰烬的守护,而是火� 武装侦察连连掌吴智辉的伞绳和操纵带传在了一起,带着他打着转,以为两约五十米的速度急坠,倘若不是被分伞挂到了电线上,他这条命是捡不回来的,想而谁都没想到,死里逃生后,吴智辉随即又登上飞机,继续训练,当时并不是想做什么惊人之举,说到这儿,吴智辉顿了顿,在我们连队的荣誉室里,一直珍藏着十一封谢书,那是连队先被在战场上请战时写下的